哈喽,大家好,我是全燦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把果栈的视频 一把是那个黄盖太史词,另外一把是马藤甲许 这两个组合都是我觉得说一波能力还不错的一个组合 我们先来看第一把 黄盖太史词吧 我们这个选上框里面有何太后庞德 然后还有小乔,甘宁,太史词,黄盖 这个三配四我们肯定是不选的 所以说这三个我们就剔除掉了 太史词,甘宁和黄盖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的 除非你觉得甘宁也还不错吧 但是黄盖肯定配太史词更强 太史词如果拼点赢了的话 加上黄盖本身苦肉之后可以杀两次 那我们总共可以杀三次 每一次的话都可以杀两个人 就是你拼点赢了之后可以杀两个人 那这个输出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这里肯定是选黄盖太史词的 甘宁太史词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缺手牌 就是新国战更新了嘛 然后不是国战更新了 有点鱼病 就国战更新了嘛 现在我觉得还是一波能力会比较的重要一点 所以现在我尽量还是会选一些爆发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要么是似血要么有点防御的 比如说什么周瑜周泰啊 周泰配一个什么周瑜啊孙策啊香香啊大师啊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甲许配一个马腾啊什么的 就这两把就比较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组合吧 又有一点防御 然后又有一些爆发能力 我们看一下这里出来了一个跃进 我到目前为止就是大概打了400多把国战 吴国依然是胜率最高的有55% 而且吴国玩的还是最多的 吴国总共玩了150把左右 150把往上走吧 因为这两天 嗯 就没怎么看 就记是记了自己没有看总 总体的数据 这甲许乐上两个魏国还是挺给力的 剩我们一个桃子 哦这又出来了一个国家 就是如果像以前的话 我看到这种魏国真的是会挺绝望的 说实话 三 不过还好这魏国不算一线尾 其实现在一线尾依然挺厉害的 看来这五号位能干出什么事了 哎 没事不要回合外忘戏啊 说了多少遍啦 忘出个张飞来 其实他其实既既然决定打魏国的话 我觉得刚开始就亮马超会比较好一点 看一下张飞有没有杀 郭家 郭家直接死了 还是郭家巡运啊 超厉害 我飞哥还是厉害 张飞也是新国战加强的比较多的一个武将 因为他从一个菜刀将变成了一个有牌插的菜刀将 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啊 配个关羽简直是太太太残酷了 直接打死了三个魏国 超厉害啊 我这假许应该也死了 我觉得这三个魏其实没有必要去救这个假许 然后这里我们直接出来运气不错 摸了一个 摸了一个南蛮入侵 我们先放一下南蛮入侵 然后这里呢 由于我还是比 因为自己的点数确实不是很大嘛 所以我选择先九杀一刀张飞 就先把他的血线压下来 然后我们再去拼点 万一拼输了的话也没有那么的伤 啊这里运气也是比较不错拼赢了 刘扬没有选择去救张飞了 刘扬没有选择去救张飞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刀 所以这个刘扬其实是明智的 我们这里再打一下刘扬 因为它有个猪猿闭盒嘛 它没有用来去救张飞 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救 因为你也不知道我手里是什么牌嘛 这我们进了一个熬战 诶 怎么是一辈子 这刘扬直接选择收到二号位 他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刘扬 单挑不是特别怕我们 因为享乐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是一个凉学的态势不防盖啊 这里我选择是直接拼点 而不是去拆他的加以马去杀 因为我觉得他手上肯定大概率是一个杀闪嘛 而且圈的话点数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拼点 然后就赢了 那可以看到这把的话 黄盖太史词的一个输出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组合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好我们看第二把夹水马疼 这里的话呢有一个 小诸葛奖费 小诸葛奖费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 首先是 我真的是很喜欢贾雪这个武将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比较完美的武将吧 然后而且其实 小诸葛奖费虽然防御力高 但是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爆发 因为你如果要用火技去打人的话 其实你 我讲真的也不是那么 也不是那么好打 你毕竟手牌是有限的 而且火工的话 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牌去打人家 加上夹雪自己有帷幕 防御力也不差 然后再加上马疼的一个 一个辅助爆发能力 感觉还是夹雪马疼会比较厉害一点 所以我这里就没有选择小诸葛奖费了 这里司马针基直接手亮了 说了多少遍 要低调 玩卫国要低调 我吴国真的是有很多局势 靠着大家筹位赢的 就莫名其妙打出来一个位两个位 然后大家就 一直 说司马针基好吓人啊 然后大家就一直打他一直打他一直打他 然后我就猫在那里 攒牌攒装备 然后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自己出来 或者说场上有一个队友啊 或者有一两个暗像队友就直接能赢 因为现在吴国的武将防御力还是不错的 加上有孙间的存在 不乃天命之外 经常会出现什么四雪香香四雪周瑜 四雪副将孙策 我就感觉非常难受 这里曹皮直接翻掉了我们 不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貂蝉这个武将其实也算是 嗯一个老牌强将了 但是我觉得在新国战当中 他的节奏还是太慢了 而且嘲讽故意的高 所以感觉现在貂蝉没有那么厉害了 其实以前群英雄的贾雪貂蝉 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现在感觉稍微有点乏力 就因为还是那个原因嘛 就是我觉得一波能力真的挺重要的 但是貂蝉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慢节奏的 我们看这二张会不会死 化妆没有选择去救 两群两位却也没有必要去救这个武功 这个我们掉血 还是希望去防一个九杀 因为毕竟手牌比较多嘛 我觉得卫国也是很有可能 有九杀的话很有可能来九杀我的 反正我们有两张桃子也不怕 你看果然就是血量少 手牌多对卫国的诱惑力就非常的大 而且顺便还可以空下暗将嘛 所以刚刚就没有选择去闪了 我们看看三号位 三号位没有亮 哪怕只有一些生机 我也不会放弃 将尾直接顺掉了化妆的 必辆村段晚上很开心的呀 等一下我突然发现这一把 我突然发现这把是个老国战呢 因为这个化妆倾囊了 天呐 对不起我录像存错了 我我我我把这一把 因为我新新国战的录像有一个视频 有一个文件夹 我可能把这把存到新国战的录像里面了 但我现在自己看录像 这是个老国战 不过不重要嘛 反正影响也不大 新国战老国战都一样的 这里除了画图技能不一样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反正这画图能不能清囊也不太不差他那一点血 大家就当新国战看吧 抱歉抱歉我太迷糊了 这里曹皮直接投降了 大家可以看到夹蓄马腾 嗯 一波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虽然说现在群雄确实没有一拳那么厉害了 但是夹蓄马腾还是值得选一拳的 好的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大家记得给我留言点赞哦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拜拜啦